今天我们看从什么时候开始算汉字 我们如果从商初开始算起 我们大概有3800年 不足4000年的历史 我们就有汉字 如果我们从商后期算 那就短了一些有3000年 甭管怎么着 我们感谢我们的先人 至少从殷商以来出现的甲骨文 这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金文 甲骨文金文 今天对今天的人来说认起来非常费力 但是实际上 你稍加训练 你基本上就能看懂 这个大传小传 这些都能看懂 小传以后就非常接近现代字了 那甲骨文金文就包括大传 它比较累 但是你经过训练也是能看懂的 那么到了2000多年 汉朝的时候开始书写汉历 汉历 我们讲个简单的知识 为什么叫历书 历书是一种秘书字 它就是为了书写速度快 历这个字 今天你不是很明白吗 叫奴历吗 历书吗 那过去汉历 历这个书历 就是历秘书 他写的字 他写的快 所以叫历书 所以2000多年前的汉历 跟今天的文字 基本没大差别 你全能看懂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明 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 都没有的一个便利 只有我们中国人有 你说它不是幸福 什么是幸福 对吧 这个几千年来的汉字 它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我们面对它的时候 真的是可以自豪 可以自豪 尽管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古人这个字如何读音 但是古人的所思所想 我们肯定心里很清楚 我们与古人沟通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 那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比如我们先秦的诗歌 两三千年前的诗歌 关关居鸠 在河之州 窈窕书 你君子好求 你是不是很容易懂啊 对不对 你再看看2000多年前的 孔子的著作 智者乐山 人者乐水 这你非常的清晰地知道 他在说什么 你读起来会会心一笑 中国汉字为什么 有这么一个庞大的数量呢 这个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因为每一个汉字 它有一个独立的尊严 我们的汉字 在你使用的时候 它很清晰的是一字一译的 这个汉字本身 一个字有多个读音 多个字译 但是你使的时候 这个字就这一个意思 但是它所有啊 绝大部分的汉字 它之间是不可以替代的 对不对 那过去老写错字 错别字 或者写个大白字 就是你替代了 你比如说我们最近啊 老有那种生辟字的歌嘛 一说耻媚亡良 耻媚亡良一个鬼字边 是吧 把这四个字一组合 看着就很神奇 如果你不用这四个字 你非写成 耻媚亡良 耻媚亡良 这字就准确读音 就是耻媚亡良 也吃饭的耻媚的媚 上网的网 两个的良 那你这个字看起来就很怪了 所以汉字 它有独立尊严 一旦你使用这个汉字 就是生辟字 你还没有办法用其他字替代 所以学汉字就很难 我们今天的简化字里 当然有很多已经合并了 在当年合并的时候 有很多文字学者呢 还是依依不舍 不希望这么合并 比如我们说 发这个字 今天头发的发 发财的发是一个字 起码在一百年前 它是俩字 在这个五几年 上个世纪五几年 文字简化字推行的时候 这是俩字 头发的发 上面有一个发字头 凡是跟头发 跟这个发字头相关的字呢 都跟头发有关 比如我们举个字 松 我们今天这个松字 松树的松和蓬松的松 是一个字 其实在几十年前 它是俩字 对吧 蓬松的那个蓬松的那个松呢 就是头发蓬松状 所以它是一个发字的头 也一个松树的松 严格说它是个形生字 今天你写武松 如果你把这个武松的松字 写成这个头发这个松字 那肯定就不行了 那这甭说 甭说打老虎了 自个儿都看着都很怪 那么我们过去我也说过 中国字呢 它是以字来表达意思的 它一般情况下 在使用的时候 它是一字一音一意 它使用的时候 就我要用到这个字 字非常的严谨 比如我们身上这点零碎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牙齿 我们今天说牙齿 你牙齿好白呀 你牙齿是不是正积了 是吧 你说牙齿 那我先问你 什么是牙 什么是齿 这是两个东西 我测试了 大部分人都说反了 对不对 我们说牙 就是这个是牙 里头那个是齿 你肯定是这么认为 这恰恰说反了 尼勒基本上能看见的 这叫齿 看不见的后曹牙 那才是牙 你比如我们的成语 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我们说唇亡齿寒 对吧 齿因为是露出来的 如果你的牙有问题 甭说你喝凉水 吃冰棍 凉风一吹 你那牙都有感觉 比如我们说咬牙 窃齿 咬牙是咬后曹牙 窃齿呢 是门牙可以切开 对吧 所以牙齿 是两个事物 捏在一起 现在混在一起 你又是不觉得 比如我们说 眼睛 对不对 眼是眼 睛是睛 眼是这大块 睛是中间那黑的 所以我们成语中有 定睛一看 你肯定不能说定眼一看吧 定眼这词不太好 就是定睛一看 对吧 你比如说聪明 说这人真聪明 聪明也是俩字组成的一个词 聪是什么呢 耳朵好使 明呢是眼睛好使 聪明就是这意思 所以呢 我们对这个耳聋者 有时候说失聪者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一些啊 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词汇中非常的多 我们其实词汇中呢 还有一种 就是它引申出来一些意思 比如我们说手足 手足是什么 这是手 这是脚 脚丫子是足 但我们生活中说 手足的时候 往往不是这意思 比如说手足情 说亲如手足 这时候亲如手足呢 是一般讲的是一种兄弟情 比如我们说耳目 耳是耳朵吗 目是眼睛 我们说耳目的时候呢 是指的你的生理器官 但是你要说耳目一新的时候 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生理器官给你带来一种全新的感受 但是你要说那有一耳目 这耳目就有间谍的意思 就有探听消息的意思 所以中国这个文色非常的丰富 比如领 领子 就是穿一高领的毛衣 这是袖子 领袖 一领子 一个袖 但是你把这俩字捏在一起 它就变成另外一个意思 对吧 这个很多 这个在中国的汉语中这种现象非常的多 比如我们说手腕 这是手 这是腕 我们说手腕的时候 除非你受伤了 你说你戳了一下 我手腕疼 那人知道你说的是这手腕 如果你说那人手腕高 那就不是这意思了 那手腕已经是一个技能了 所以我们对中国汉语的应用 一定要知道 中国汉语中的一个根本的原则 是以字为单位的 不是以词为单位的 所以外国人考中文说掌握5000个词汇 那真没什么了不得的 你要掌握5000个字 那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我们现在的汉字 为什么这么俗 你跟古汉语比起来你就很俗 那为什么俗呢 中国你就记住了 我们原来讲过很多次 中国有一个近古和远古 中国时代有一条分界线 这个分界线我们讲过 一般说法就画在唐宋 严格说法你可以画在安史之乱 这个画什么意思呢 是说唐以前近乎古 宋以后近乎金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俗事全是宋以后的 你不用问都是宋以后的 比如我们过去 这叫什么呀 鸡 这叫什么呢 桌 我坐的这叫乙 但你今天不这么说 你说桌子 椅子 鸡子 你反正加这子的 全是宋代人给你的 比如儿就是儿 孙就是孙 妻就是妻 现在叫儿子 孙子 妻子 加这子都是宋代以后 包括我们的筷子 鞋 什么都全是这个 就宋代以后 语言会变得比较俗 它那个就是重叠字的词汇 就大量的增加 所以你读古文的时候 读经文的时候 你往往困惑就在这 如果你掌握了这种规律 你就很容易读懂 那么我们刚才讲 中国汉字使用的时候 是一字一译的 但是很多字呢 它是一字多译的 我们这个学习当中呢 理论上讲不是太困难 因为你是在使用当中学习 但是对于外国人来学中文 这个事特别困难 中国汉字啊 这个有的多的意思啊 就一个汉字有多少个意思呢 就是30种以上的意思的 这种独立汉字 很多个 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这个打字 打人的打 这打字就很多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打 敲击 拍打 拍打 打就这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还可以指放出 就是把这个放出来 放出来是什么 比如说打雷 这是放出来 再有呢 指注入 注入 扎入 比如你说打针 对不对 过去说打酱油吧 打醋吧 打酒 什么叫打酒啊 凡是打酱油 打醋 打酒 我们小时候全干这事啊 就是你拿一个空瓶子 跑到那个商店里去买那种散打的 所以过去有一种业务叫打啤酒 拿着大罐子 小瓶子 甚至暖壶去打啤酒 这种注入都叫打 还有呢 就是比如心计啊 定出 计算 比如你打福稿 打一个算盘 心里打一个算盘 这都属于打算盘 再有就是做 制作啊 比如你打个首饰啊 打个家具啊 比如打还有一种意思啊 就是说你担任某种工作 比如说啊 打官腔 打交道 打招呼 打下手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么再有呢 是指一个 往哪去啊 比如或者往哪来啊 比如你说你打哪来啊 打哪来 就是这个意思啊 再有就是捕捉啊 我们知道最多的就是打猎啊 振作起来 打起精神 再有就是去除啊 你比如打扫啊 打灭 什么等等 再有就是 哎呀 都多了 打比方啊 打扮啊 打叉啊 打包 打车 打结 打底啊 打电话 打翻 打入冷宫啊 就等等 打鞦韆 打去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 它那个本意是什么 但是你全能理解啊 比如你说一个 这人打赤膊 什么叫打赤膊啊 就是光榜子 一个汉字 要有三十个以上的字役 那对于外国人来学 那确实很难 所以外国人一学到这 脑袋就嗡了一下就大了 对吧 我们呢 没学 我们是生活中学的 你一定跟生活中学的 比如我们动作中啊 一个字叫拧 一个字叫掐 掐和拧有什么不一样的 拧要捏住的肉多一点 还有一个旋转的动作 掐呢 是捏住的肉少 直接就使劲 这叫掐 比如我们说 蹬和拽 这俩都有没有不同 有不同 这个拽的动作相对都比较大 拉拽 蹬呢 相对都比较轻 偷偷的 你说谁谁谁 蹬他衣服一下 这程度不同 所以我们的这个文学啊 文学就是在语言 这种微妙中的掌握啊 导致你的文学成就 是否高低 你的文学水平高低 实际上是你 择用汉字的时候的准确性 你比如说 再说一个字啊 这个字是最常用 最难写的 叫拐 拐 拐痒痒 拐痒痒 南方人当然不说拐了 南方人叫搔痒 或者说抓痒痒 北方人说拐痒痒 这拐是一个动作 拐还可以用 用在拐一碗米 拐一碗饭上 对吧 拐是一个很明确的动作 所以我们生活中 这么相近的一些动作啊 经常用的动作 经常说的话 变成汉字的时候 你有时候反而不认 我们有时候看我们的历史啊 觉得我们跟古人相隔特别远 其实我老觉得 我们跟古人相隔不远 我们原来我在那个 十几年前讲百家讲坛说 我讲过 我讲过历史有多远 或者说历史有多长 我说其实没多长 就像我这样的人 两个人首尾一接 就进入清朝了 五个人就看见乾隆了 对吧 十七个人就到了宋朝了 所以它没有多长 正因为我们有汉字啊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跟古人相隔并不远 汉字呢 一字一意啊 我们刚才说了 它乃至多艺啊 它使用的时候就一个意思 但是它实际上有很多个意思 它为我们提供了信息传达的 一个丰富和方便 中国汉字表达非常丰富 人类文明的每一次进步 实际上都是信息传递的一个结果 世界范围内就影响人类 文明进程有100个人中 我看过那个表上有东汉的蔡伦 它为什么有蔡伦呢 是因为蔡伦发明了纸张 埃及很早有一种纸叫缩草纸 缩草纸 但是呢它很粗糙 它没有经过我们现代的造纸工艺 它直接使用 比如我们东北过去 临海学院里有画树皮 拿画树一剥一类也能写字 那就天生的纸 那蔡伦发明的这纸呢 是经过一个现代化的造纸工艺 就是把它捣乱了 粉碎了 重新做成纸 用来写字 它因为这个纸的发明 主要是浓缩了信息 在纸以前我们写的写字 要么就写在这个竹简上 木读上 要么写在兽皮上 再往前直接写骨头上 那容量是有限的 那纸张以后 我随便一张纸上容纳的字 你要写在竹简上 就这么大一捆 它浓缩信息 使它载入 一百个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人之一 那么 我们有很多成语 大家都比较熟的成语 比如说这人学富车 说他这个知识 汗牛冲动 汗牛冲动 学富车 都说一个人知识量很大 那是基于你过去的 这个竹简和目读 您今天还别说学富武车 您那学富 你顶不上一U盘 你更顶不上这个云存储 我们今天的什么 都知道我们用的U盘 软盘 过去就网盘 这个光盘 软盘 硬盘 那是各种记录的东西 你今天随便拿一个东西 一辈子都记不住这么多东西 对吧 那么以后 科技发达了 据说这个事马上就能成为现实 那我就不知道未来还需要不需要学习 把你脑子里搁进一芯片 这芯片有 存储量很大 能跟你的各种神经都接上 然后你今儿想学什么 都不用学 你想鹰用什么 您就去买去 说我今儿上 英国去 买一伦敦音的英语 花八块钱 撑 你这一下飞机满嘴的 纯正的伦敦音 然后过两天 你说我这个 去美国 还是说英语 但是我觉得我说这英语 不能融入社会 我改美音 你说你再给我两块钱 我就给你改过来 光当 你一下 一到纽约 下来全是美国土化 对吧 然后你说我这个 准备上泰国 度度假 花几块钱 你这一下飞机 就是撒拉迪嘎 你就全会了 你这语言随便切换 根本用不着去学 那你说我这 我不出国 我在家待着 说你今儿 想跟你大师 谈谈佛教 花点钱 你满脑子里佛教 这知识都知道了 然后你碰到了 什么诗歌大赛的冠军 你想跟他聊聊唐诗 他能背几首啊 他用脑子背 我现在知道的 据说他冠军 中国那个诗歌大会 那冠军 他跟我说 他能背三千多首唐诗 你知道唐诗有近五万首 我这脑子里割一芯片 我只要花十个钱 我这五万首全能背 你背得过我吗 你背不过我 所以当科技 全部能够容纳到 这么一个小小的芯片中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的未来会是怎样 但是无论他浓缩什么 他一定是我们这汉字 汉字呢 尤其古汉字 古汉语 他能将复杂的事物 表达到极为简洁 比如 我们有这样一句话 叫 为山久任 功亏一愧 出自上书 那么高的山 就是我们堆土的时候 就差这一框土 这个说的道理啊 非常简洁 非常深厚 比如有这样的话 出自老子 他说 有无相生 难以相成 那表达到多么负哲理啊 你想有无是相生的 难以是互相相成的 这老子说的 那还有就是 比如我们的诗经 比如我们的诗经中 表达到多么优美呢 说 投我以桃 报之以礼 表达到优美 一个境界 再有啊 这样的话 比如见善 则谦 有过则改 我们都知道啊 见这个好事 我们就向人 那个方向靠拢 我们有了错误啊 就文过则改 出自周易 那表达的极为通达 你一个人有这种啊 见善 则谦 有过则改 那这个人是个 非常通达的人 你看我们 官复博物馆 当年我取官复 这两个字 就是出自 老子道德经的第十六章 叫万物并坐 无以官复 白个字 万物 所有的生物 动物 事物 都在之列 一块成长 我 上苍的角度 看着你 循环往复 轮回 你想想 他白个字 表达的内容 多么丰厚 而这只是 其中一节 所以我们的汉字 就有极强的生命力 和优势 我们过去 认知不够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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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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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字都是准确的 你比如我们说 来个菜爆炒羊肉 什么叫爆炒 迅速就炒好了 对不对 我们说来一个会羊肉 那一定是连汤带水的全上来 所以中国的烹调字法中 每个字都非常准确 它为什么准确呢 是因为我们汉字 是因为我们汉字丰富 它导致我们的餐饮丰富 我们老说一句话 只要你从小在中国长大 你最爱国的一定是这位 你走到哪儿你都想吃中国饭 是吧 你西餐吃两顿还不错 吃三顿你就想中国饭了 所以 我们今天想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非常的庞大 文类也非常的多 但它源于一个基因 这个基因就是我们的汉字 是吧 那我们今天翻过头去看 汉字形成的一个脉络 经过几代学者的一个努力 我们已经知道一个大概了 大概了 我们的汉字最初 它并不是软笔 它是硬笔 比如甲骨文 它是硬笔 后来经过软笔的发扬光大 就逐渐的完善 它成为古代文人的必备记忆 其实它都不算古代文人 你像鲁迅那一代人 还都是毛笔字呢 你看鲁迅的手稿 都是毛笔字 对不对 我小时候见到的很多 高山洋指的这些老作家们 都是写毛笔字的 只不过是到了我们这一代 才开始写这个 铅笔字 钢笔字 圆珠笔字 真的是不如古人 那我们的毛笔是研习了 至少就是有文字以来的三千年 两三千年都是在用毛笔在写字 所以毛笔的这个特性 让汉字在轻重缓急中摇曳生姿 所以有一个东西叫书法 是吧 它在这种点横撇纳中 保持了它每一个字的一个尊严 我们都知道 就是中国的绘画 它不是单独的叫绘画 它往往叫书画 为什么叫书画呢 书在前 画在后 所以很多画家 都说自己的字写得比画好 就这个原因 那齐白石就这么说嘛 然后不幸的是呢 就是这一百年来 我们基本上是把毛笔给扔了 毛笔今天呢 算一个记忆 很多人 当然